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每日异新闻 我是Tofi 2020年呢 这个疫情爆发的初期 是不是这个航运股也跟着大爆发 所以许多投资朋友们呢 都抢当航海王 但是最近呢 因为股价下滑 所以很多的投资朋友们 也纷纷下船了 只有其中一位网友表示呢 自己虽然等到了这个长荣减资 但是对于股价还是非常的失望 所以只好把手上的这个400股呢 都给出清 没想到呢 竟然让他损失了超过15万元 亏损将近七成哦 许多网友呢 也表示哇 真是太惨了 那我也想问一下 我们的孟诚老师 你怎么看呢 针对这位网友的事件呢 那宏老师这边也提醒大家 其实会发生这个投资上的亏损 甚至大亏损的状态 最主要的原因 是没有做好事前的规划 我认为买标股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要了解 一档股票哦 它的景气循环的内容 甚至呢 你要先把停损预设好了 按照纪律来去做操作 当你有这样子的规划 你在股票市场叫做投资 就不是赌博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 操作上的每一个细节 规划的价格 跟它的内容 甚至技术分析的改变 当你把这一切都做到完备了 小亏你才有大赚钱的机会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每日一新闻 我们明天见 拜拜